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大家好 我又来了 今天是2018 E3展的第二天 昨天呢看了这个索尼的发布会的一些游戏啊 跟阿神他们转了一转 今天呢我决定看看比如说任天堂 还有一些其他硬间的厂商 或者说妹软 但是还不确定啊 今天我比较自由 如果中间遇到什么人就跟他一块逛 遇不到我就一个人承包了啊 就这么定了 OK 说到游戏硬件呢 其实我该接触的已经接触过了 但唯独有一个硬件我一直没有接触过 就是电竞座椅 但电竞座椅的话我来到这个场馆之后看到好几个牌子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牌子 比较好奇一点 你这个是给女生做的吧 对这个是就是这个颜色啊 这个设计啊一般比如说喜欢玩游戏的女生会比较喜欢一些 他不喜欢玩游戏的呢 不喜欢玩游戏 他也喜欢这种颜色啊 然后这个设计啊也挺不错的 很适合女生的 有些男生也喜欢 我们叫这个叫网红款 对 除了粉色有没有男生的网红款 男生的网红款 就像这种啊 我们除了这个橘色绿色 这种还有蓝色红色 然后男生的话款式非常多啊 在我们这里 他这个设计呢 一个是比较符合这个 游戏 然后呢 他这个设计源于这个赛车座域 因为赛车座的游戏结合还是比较紧密的 然后所有的椅子他都可以这样躺倒 有一个最80度的躺倒的功能 所以你就是可以 比如说你想休息啊 或者是想玩手机啊 或者是想玩这种手柄的游戏 你都可以坐在这个上面玩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扶手都是可以调节 可以上下调节 可以前后 然后还可以 这样转动 对于这些游戏玩家的话 他希望就是手的位置放得更舒服的位置 所以他会有一些调节功能 还有的话呢 就是他会有一个叫逍遥功能 所以你就是坐在椅子上呢 如果你把它这个解锁了以后 他可以这样搅滑 这一张呢 这一张呢我们有这个 哇 记忆海绵的大腰枕的大头枕 记忆海绵 对 所以这你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把它拿下来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这个 这是质量非常好的 你可以摸一下 质量非常好的 记忆海绵 所以垫在后面 呃 长时间做 这个不会累 因为他这个游戏玩家 一般他坐在椅子上面 玩游戏啊 或者是干别的 玩电脑 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呢 我们设计了这个大腰枕 大头枕 是配忆海绵 是呃 就是有助于长时间 呃 做的这个游戏玩家 或者是一般的用户 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做这个腰啊 包括脖子啊 这边就不会感到很疲劳 然后呢 这个皮质呢 我们是叫PVC皮 等于是跟这种高端的呃 汽车品牌里面的这个皮椅是一样的材料 就像这些奔驰啊 宝马啊 他们也是用这种皮 这个好处呢 是一个是比较耐磨 然后呃 轻的这些 比如说钥匙啊 这些划痕 不会不会在上面有任何划痕 然后也比较容易清洗 所以一般用个五六年是不会有问题的 就跟一般的这种呃 座椅的皮相比呢 一般的座椅的皮 你长时间用 它会 你使劲摩擦 它会起皮 或者是很容易被划坏 像我们这种座椅它就不会 对 各位我现在坐这把椅子呢 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最高端的椅子 卖到美金好像是429 睡前 我是第一次坐电竞椅啊 是不是有点业余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以后会接触更多点这种椅子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对椅子太没有要求了 然后最近腰有点疼 没办法 还确实挺舒服的 你说这事闹的 多少钱啊这个 哎哀 有的时候有点钱还是挺好的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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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